无话无信不离婚 中年人的搭伙是婚姻还有旧吗 先读一封我的粉丝的求助戏 他说 最近我总冒出来想要离婚的念头 我是一名33岁的宝妈 有两个孩子 我和我老公结婚十年了 我和他一起经营着一个厂子 平常他就是在外面接业务和应酬 我就在家管理店铺的事 我们俩现在的状态就是 没有一点生活的问候关心 他一夜不归我也不想过问 甚至连夫妻生活 我本是欲望满满 可是到了实行 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他是那种社交冷守 为了做生意 可以什么手段都做得很到位 可是从不关心家人感受 而我却是那种特别在意感受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话不投机半句多 我们吵架的时候 他就是那种要把我贬低到灰尘里 甚至说要我去死 要我滚的话 用那种特别嘲讽的语气 让你下不来台 所以我现在特别想逃离 这种无畏的生活 特别压抑 特别无趣 我看完这封信息以后 特别想说 亲爱的 首先你和你老公一起经营场子 所以你不是宝猫 你是有自己工作 自己收入的人 你家的收入是有你一半的 其次你还有两个孩子 离婚之后 是不是真的能解脱 你其实并不知道 你只是想象可能会好一些 所以不用过度美化 你没走过的那条路 毕竟你现在还没有离婚 你的真实生活就是你每天过的 这才是你需要去面对的 最后场子是你俩的 如果你要跟他离婚 场子怎么分 钱怎么分 要是场子归他 你的收入怎么解决 这些你都没有考虑好 而你现在的状态 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就是你过度关注 他给你带来的那种情绪感受 他不给你关心 他贬定你 嘲讽你 让你难堪 他干的任何事情都会让你失望 因为你一直在期待 他应该是和你好好说话的 对你体谅呵护的 而你失望之后呢 只是默默的自己难受 便你还是看着 孩子你自己还是带着 你这样在他看起来就是没事 这种没事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正面的鼓励 慢慢的他就会习惯这样对你 他就是不会改了 所以我的建议是 你要是不想继续这样下去 你需要做的不是逃离 而是调整 说一个不太好的建议 你可以先带着孩子出去旅游一段时间 把场子认给他一个人 看看他自己一个人能不能搞定搞好 我估计你走了可能不到三天 他就会念你的好叫你回来了 所以记住 你要先肯定自己的能力 别管他说你什么 当你把自己的状态给调整过来的时候 你才能让他知道你的好 你才能搞定这段关系 给他说你的好事 不错 不错 开门 我们冲锅 你 你 我